Hello大家好 我是摩托货 向电影《春风实力全是你的坎哥》 今天坎哥给大家介绍一部 为了考验男友对自己是否是真爱 女孩实力作死的电影《黑暗面》 亚德里安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交响乐团指挥家 他接到工作调动 要去另一个地方长住一年 女友贝伦也陪他一同来到目的地 租了一栋大房子 在这里住了两个多月后 亚德里安突然收到贝伦发来的分手视频 非常欲绝的他来到一家酒吧买醉 在这里亚德里安遇到了这家酒吧的服务员安娜 安娜对亚德里安一见钟情 为其忧郁与帅气所倾倒 本来苦于没有机会搭讪 可恰好亚德里安离开酒吧时 何人打架被弄趴了 安娜抓住机会把亚德里安带回自己家 同住一夜虽然没有实质性进展 但两人至少是认识了 第二天亚德里安来酒吧时 直接找到安娜 并带她参观了自己工作的音乐厅 展现了一下自己的文艺特长 瞬间就俘获安娜芳心 安娜暗自发誓一定要搞定亚德里安 当天晚上便以身相许 两人就这样过上了没羞没躁的生活 对于亚德里安而言 刚失恋的悲痛早已炎耀云散 隔天安娜正在参观这栋大房子时 此时两位警察登门拜访 令人尴尬的是其中一位是安娜的前男友 还好他们只是来查案的 因为贝伦在分手之后就消失不见了 但并没有离开这个国家 他们怀疑亚德里安杀了贝伦 但搜查了屋里屋外后 什么也没发现 这段小插曲并没有影响到安娜与亚德里安 安娜很快搬进了这栋房子住 但到了晚上安娜洗澡的时候 平静的水面会突然上涌 水温会互大互小 时不时下水道还有一响传来 回到房间的安娜 在地板下面还发现了一把奇怪的钥匙 晚上亚德里安回到家 安娜让她听听管道里的声音 但没发现什么奇怪的 可没过多久 亚德里安和安娜搂搂搂搂的时候 安娜看到了一张恐怖的女人面孔 这个人就是贝伦 他陪着亚德里安从穷小子一路走到现在 有天他在亚德里安的办公室 看到亚德里安和女小提琴手关系暧昧 很是生气 但亚德里安很是厉害 很快就把贝伦哄好 第二天 贝伦趁亚德里安洗澡时 偷偷打开他的手机 发现他果然有问题 贝伦决定摊牌 亚德里安只好承认女小提琴手 对自己有点崇拜 但是两人什么也没发生 贝伦很苦恼 把这些事情告诉了房东老太太 老太太给他出了个主意 要他假装离家出走 看看亚德里安是不是真的爱他 老太太带他来到了丈夫 当年为了躲避军事惩罚而建造的密室 里面设施齐全 可以通过单向玻璃 观察外面的情况 贝伦录下提出分手 并要离开的视频后 亚德里安就回来了 贝伦急匆匆的跑进密室 可是锁上门之后才发现 忘带钥匙把自己困在里面 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还好房间里有一些罐头可以冲击 更让他心寒的是 第二天亚德里安就把安娜带回了家 一切都被贝伦看在眼里 面对这个搬进来的狐狸 经贝伦极其愤怒 恰巧贝伦的跑响声通过管道 让安娜意外听到了怪响 而后浴缸里的水文波动 和变化的水文都是贝伦造成的 直到看到安娜发现钥匙 贝伦才萌发逃脱的欲望 通过各种异想的拼凑 安娜隐约间明白了发生了什么 她决定与幽灵来一次互动 通过敲击管道的方法来 确认她的猜想 就这样前任和现任交流了起来 安娜确认了贝伦被关在房子里的某个地方 很快就找到了密室的锁 可是安娜心想如果放贝伦出来 贝伦肯定会和她抢亚德里安 随即放弃了救贝伦 可是当安娜的警察前任给她看了 亚德里安和别的女人亲密的照片 她决定放贝伦出来 没想到打开密室后 却被假装昏倒的贝伦反击 困在密室中 而贝伦将密室的钥匙留给了亚德里安 在镜子上贴上两人的照片后选择离开 这一次她是真正的离开了 救出安娜的方法 只能等亚德里安自己发现 金风玉露一相逢 便盛却人间无数 两情若是九长十 又起在朝朝暮暮 美好的爱情应是如此 但爱情往往经不起诱惑 也经不起考验 也许有一天你会发现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竟然只有一墙之隔 永远不要去考验人性 这毫无意义 有时候反而会弄巧成拙 好了本期推荐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坎哥我们下期不见不散